哈喽大家好呀 之前在整理KK专辑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唱片封面上的小动物们不是随便画的 竟然全都是动森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小动物 于是我就查阅资料 把这些登上KK唱片封面的小动物全都找了出来 接下来我就按照唱片顺序 为大家介绍一下 都有哪些小动物上过KK的封面吧 在KK爱人们的封面中出现的小动物 从左到右 依次为草班纳 安蒂斯 勒内卢 其中安蒂斯的口头禅是卡拉卡拉 有没有让你想到格鲁德小镇旁边的卡拉卡拉集市呢 KK巴黎封面上出现的小动物就多了 它们分别是安索尼 永玄 百合 珍珍 安妮 法兰奇 以及最下方都快胡承马赛克的里可 和熊战士 其中这只叫安妮的小黄鸭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它好像安妮海瑟威呀 KK巴萨诺瓦的封面上除了KK本K就只有浩克了 话说浩克好绿呀 绿的跟绿巨人似的 KK波尔卡无举的封面是KK和宁萌娜 这张封面上的宁萌娜看起来腿好长啊 KK波雷洛的封面是凯西和法兰克 以及KK 这张封面上的KK竟然只占了个小角落 登上KK大和祭典封面的有亚瑟 张丽娜 小桃和阿甘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 小桃的中文名和日文名都是桃子 但英文名却是花生 KK地板舞的封面除了KK还有艳后和古乃星 为什么这上面的艳后看起来如此诡异呢 KK迪克西的封面上有铁熊 瑞秋 皮蛋 其中皮蛋的动作设计应该是参考了爵士音乐家 Louis Armstrong的造型 KK迪斯科的封面只有KK和杰西卡 这张封面的设计参考了电影 Saturday Night Fever的海报 KK放课的封面上 除了KK还有阿清和布兰尼 如果不查资料的话 真是很难看出来后面两个是谁呢 KK扶朗明哥的封面上 莫莫一个人就占掉了一半面积 KK在旁边看起来好小一只 登上KK干美朗封面的小动物 除了KK本K外 其实还有三只 它们是小酒窝 小风 以及差点被我忽视的人品 KK好莱坞的封面上 从左到右 以此为素反真 KK 罗伯 月兔 史奈鲁 其中素反真这个名字 我真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查了资料后 我才了解到 它的英文名是Gloria 而日文名是Swanson 两者结合起来 只带的就是上个世纪 美国著名女演员 Gloria Swanson 还有一件事 你们难道不觉得这张唱片的曲子跟加勒比海盗的主题曲很像吗 连封面都很像 登上KK好事封面的有谢宾娜 小秋和艾莉 其中小秋和艾莉喜欢的歌都是KK偶像哦 KK吉普赛的封面上 除了KK还有奥利 阿朗和阿力 其中阿朗的英文名是C的 虽然拼写上有一字之差 但是读音和星球崛起里的C的是一样的哟 KK嘉年华这张唱片封面上的小动物 包括KK在内 一共有16只 是所有唱片里最多的一张 我们从左到右 由近到远来看 分别是 巨巨 阿将 剪刀 李查 杭平 嘉币 KK 桃米菇 温蒂 圆圆 拉拉米 兽博 火鸟 达买 丹丹 阿四 我就差拿个显微镜来看了 好的 因为时长的原因呢 这次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一共讲了16张唱片 剩下的我们下次再继续介绍吧